在中国西南地区有这样一座城市 它有着绵延的大山和浓郁的雾气 被称为山城 雾都 它就是我国四大直辖市之一的重庆 这座城市在中国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战乱 但却有着蒙古花了36年 日本花了7年都未能踏进一步的传奇 南宋景丁二年 蒙古大军南下先后攻陷 浪中 德阳 滋中 穗宁等四川境内军事重镇 并包围成都直逼重庆 此时的重庆首将却主动出击 在河川附近的钓鱼城设下埋伏 与成都守军前后夹击 大败蒙古军 还射杀了被称为上帝之鞭的蒙哥可汗 直接导致蒙古国陷入内战 蒙古军不得不撤兵回国 这场蒙古国内的可汗之位争夺战持续了20年 20年后蒙古军卷土重来攻陷成都 兵临重庆城下 但全城军民顽强抵抗 重庆仍未破城 之后的16年时间里 蒙古多次强攻重庆 军已失败告终 直到南宋灭亡 蒙古承诺不杀翔后 重庆才开城投降 区区一个重庆却让蒙古耗费了36年 死伤无数士兵 而1938年日军也打算进攻重庆 并调用海陆空三方面军队 打算在最短时间内攻入重庆 逼国民政府投降 那只从1938年打到1943年 五年时间都没能让重庆动摇分毫 日军只能放弃陆地进攻 仅保留空军轰炸 就这样 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攻入重庆的计划 也变成了日军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了 2011年3月24日 河南省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 卢文焕因病去世 他去世时 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 只留下了一张60年前的奖状 但这张奖状的出现 却揭开了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 甚至惊动了当地政府 他是谁 这张奖状到底有何来历 感兴趣的朋友 和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奖状即可观看